郭文貴是相忍為國嗎? 不是啦 我說的是我們應該是侯友宜跟柯文哲要相忍為國 那市長可以帶起來一個請 就是整個禁止嗎? 那當然啦 我想他排不分區第一名 很多很多的立法委員的參選人都覺得如虎添利 而且他如果能夠到地方去助選的話 應該非常有很多的鄉親會非常肯定 而且加分會不少 韓市長列不分區第一名你們的看法 韓市長掛帥排名第一的話 我認為對於藍白的這個選情會非常有幫助 那對於這個輔選的工作會大有幫助 那這個總統候選人副總統候選人就位以後 那我跟韓市長我們兩個人會努力的輔選 那我們會總統為箭頭 總統副總統為箭頭 那我跟這個韓市長我們會全力以赴 那雙億推進 那然後協助我們的母雞 藍白河的母雞以及藍白河的小雞們 大家努力去這個選舉勝利 從此呢救國家救人民 市長怎麼看不分區民單出來的 謝謝大家 市長怎麼看不分區民單出來的 市長怎麼看不分區民獲民 市長怎麼看不分區民單出來的 好談的內容,你沒有什麼悖然,應該也沒有什麼 不好意思 我不懂你的意思 所以現在這些內容已經是既定的內容了 就還有什麼好的方法 今天是十八二十 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 還有五遍 我跟你講,我跟你講 其實要做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什麼意思你知道 我就當著那個朱主席 如果當時就是說 如果是心存正面 好,我們還有可以做足夠的時間 我們就真的做一份正正當當的民調 雙方都拍監察設定好題目 自己覺得何必今天搞成這個樣子 五天其實要做正確的民調還是可以 其實還是可以 可以客人,你好像有說 要主席出來講說 是不是要民眾黨讓六趴 或者他們一直在顧倒嗎 完全沒有讓幾趴的問題 當時不管是四個人 或是在當著幕僚前面簽名的時候 我們都講得非常的齊全 就是在統計誤差的範圍內 那當時大家不但講了 而且幕僚當時也跟 柯主席也稍微做一個溝通意見交換 柯主席也同意了 所以在馬總統的見證底下 我朱主席,柯主席我們四個人 也是在幕僚的見證底下 簽了名 就是在誤差範圍統計裡面 沒有所謂的六趴問題 在今天台灣有超過六十%以上的民意 期望正好 特別是我這一個月 在環島之前 到了東南陸軍 我發現那種 人民渴望變天的這種期望 非常的高 甚至那種 對新潮流的痛恨 結果已經到了一個很高漲的程度 那也因為這樣才有後來的 這種藍百合的這種考評 不然的話 每個政黨按照他的經理性 大家去努力就好 只是說 我們實際看狀況 不管怎麼樣 賴清德還是有三十不勝的支持度 那所以如果再也不整合的話 很容易輸掉 那也因為我們在選舉上 還是要考慮人民的一種期望 那一開始有這種藍百合的這種固執 那實際上 從半年前 主要是 國民黨自己先提出 藍百合的固執 那一開始我說 要藍百合也可以啦 但是 是不是有一個 比較公平的方法來比較 不然 我們對雙方的支持者都敢交代 所以一開始齁 我就說 來三場辯論以後 比全民調 所以他們也不敢辯論 後來說 好啦不辯論 但是直接比全民調 他也不要了 後來我就拿了 讓三趴來 全民調站上趴 他也不要了 後來他們就提出什麼 從柯火被、柯火被 其實我們觀察這半年來的民調數據 你知道嗎 如果是翻路犯 你知道 柯對待 跟柯對待 這差距非常大 應該大部分 如果翻路犯 柯對待 柯對待大部分都是數的比較多 所以 國民黨也希望 好 接下來要合作就是 要綁在同一張選票上面 所以才有那個說 好 我們現在用 柯火 去對待效 或是柯火去對待效 其實齁 當 兩個名字都畫在同一張選票上的時候 已經對 我們老百姓有說 已經會 有抹平的作用 所以事實上 他會把那個差距變小 所以那天在 馬總統的那個 見證之下 在談判的時候 我在想說 好了 雖然已經是 我也明明知道說 柯火對待效 跟柯火對待效 這個差距變小 但是我想到說 我們還是一個 比較小的政黨 所以我也同意說 在 朱主席的這個 遊說也是嚇不了 我也想說 好了 那個勾是統計 差分裡面 我還是先贏仗 因為我這個決定 你知道 我們這個靖元總部的 我們這些 助理 幕僚 幕僚一團 你知道 甚至外面的柯火也是 一分天堅 他認為說 今天就是比較 為什麼要這樣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 我們還是要 呼應人民的期待 後來會同意這個 其實是很不公平的比賽 那 我就按照這個規則 11月7號到11月17號 那 可以用的民調 有在上面六分 其實很清楚 如果 柯佛跟 柯克來比較 你看這一排 幾乎 幾乎 幾乎全部都贏了 除了那個 最深藍的那個 聯合報 打拼以外 其他柯佛的這種組合都比 跟對賴小的組合都遠比 國柯對賴小的組合 國柯對賴小的組合 那 那 這這樣好 因為一開始我說 如果在路上發言 我願意這樣 所以 讓三趴可以 但是昨天晚上那個要求 叫我讓 比我趴 我坦白講 今天不是要贏 柯佛爭 今天是大選能夠贏 不過賴清德 這個大選能說 賴清德0.001趴都會讓 所以對我們來講是這樣 如果 讓三趴 那這個六三比三 我們可以 出自黨對黨 再協商 那你說 一開始就叫我們這樣 六趴 坦白講 這已經超過一般人民的常識 所以是這樣 再也整合 我覺得還是必要 我們要想辦法 再也整合 小數一組最強的 候選人 來贏得選舉 這才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 我們還是 希望說可以跟共產黨 進去協商 但是不要要求 我們讓六趴 然後 叫我自己 器械投降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跟我們的支持者 也沒辦法交代 讓三趴都已經 都已經 大家氣成這個樣子 讓六趴 真好辦法 這個 我覺得太 太 強人手 所以大概 今天就是 這樣跟大家說 不過我還是 這次期望 再也可以整合 因為 我們是要 敷衍好人民 對於那種 政黨團體的期望 感謝大家